迅速將麵皮天上滾燙爐壁 一分鐘後就變出金黃烤餅 從馬來西亞搬來正宗爐具 宣告馬來小吃進軍台北 還選中一級正區東區先插旗 對比外面東區街頭的車水馬 龍來到餐廳裡面 還是維持著傳統的馬來西亞風格 甚至打造成大排檔氛圍 海南雞飯 塔餅 拉薩 豆地小吃 搬出馬來西亞日出掌廚 要靠伯利多銷 要種不景氣正常餐飲業 在消費金額足足多一倍的東西 殺出重圍 吃起來就有家的味道 它也是比較多元一點 就是說綜合不同南洋各個 不同地區的口味 東區這個區的那個 Rental是非常的高 所以它住金很高 可是我們以這個 很reasonable的價格 來去賣我們的美食 然後當然價格 我們不想放得太高 看捲新馬菜成為下一波台灣餐飲趨勢 便本土日本料理 也搶著引進全球最大 馬來西亞連鎖餐廳當噱頭 道地拉茶秀 搭配上鹹香帶勁的椰漿飯 刺激年輕族群進門嘗鮮 隨著泰菜越開越飽和 新馬料理趁勢搶進 用價格和異國風味 吸引消費者上門 寫生帳號你可以先開報導